那我们今天演播室呢也是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州五号火箭副总设计师 楼杜亮先生欢迎您 一位是国家航天局探阅与航天工程中心研究员 杰德刚先生欢迎两位 那首先呢我们要通过多路的镜头 一起来回顾一下火箭发射的精彩过程 这边是船就船过去了 它是船图像 只是船图像 没有数据 看到这一次承载火星发射任务的火箭 长征五号火箭 它现在还是包裹在这个回转平台中间的 楼总您看 我们知道长征五号火箭呢 比前一段时间就是发射北斗卫星的长三甲系列 火箭的直径是胖了一点五米 但是运载能力是将近它的三倍 它应该代表着我们现在运载火箭 一个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吧 对长征五号火箭是我们国家2006年立项的 新一代的大型运载火箭 它当时研制的目标是大幅提高我们国家 进入空间的能力 对于高轨来说 现在长征五号能达到14吨 对于低轨来说能达到25吨的规模 所以大的运载量 而且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当这个回转平台打开的时候有很多气体冒出来 这是不是意味着就是它现在加注的燃料 实际上它是低温燃料 长征五号火箭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用的推进剂都是低温的 越氧和越氢 这样的话就是加入完之后呢 由于这个推进剂的蒸发 这样的话它又会向外不断地排放低温的这个介质的气体 所以长征五号也是被称为是冰剑 冰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推进剂用到了这个 零下187度的越氧和零下250度的越氢 这个温度非常低 所以叫冰剑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从长五这个胖五的身上 一直在冒出白色的气体 应该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很低 和我们的空气接触之后 所冒出来的这样一种气体 对它是储向内的推进剂蒸发完之后 通过排气管道排出来之后 使周围空气当中的水蒸气液化之后 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这也是低温火箭一个特有的现象 因为我们是回放的 所以其实现在只剩下50多秒的发射时间了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 有很多的各种管道啊电缆连在这个胖五的身上 他们很多人说比喻 如果胖五是个婴儿的话 这些电缆就好像是旗带一样 给它注入能量和营养 现在这个时间点 应该是所有的电缆都已经脱离了 大部分电缆都脱离了 但是有一部分应急处理的 我们在底部的还连在火箭的尾部 30秒 这样的话如果出现急击情况的话 火箭还能进行应急处理 那现在还剩30秒的 应该都脱离了吧 现在的话我们在底部 大概有一些相关的气体 气度的连接器和电气的连接器 这样的话它是随着火箭起飞才脱落的 只要火箭不起飞 这些连接器都跟火箭连在一起 10 10秒 9 8 7 6 5 4 3 2 1 点火 我们可以看到下达点火指令之后 火箭到起飞大概还有9秒的时间 这个时候点火 然后熊熊的火箭已经燃烧起来 对 先看到的是新级的轻氧发动机 排扣的轻气 后面是再点燃那个轻氧发动机 最后点燃那个一氧没有发动机 我们看到的这个炮武 长征五号运载火箭 它是属于两级半的火箭 和这个长山甲系列 程序转弯 两级半是什么概念 两级半因为我们日飞的飞行时间 大概只有 阵地1212跟踪正常 所以说它比一级 整个的飞行时间明显偏短 所以我们传统的都管 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游侧信号正常 文昌飞行正常 达到了这个8分钟 所以说那个长武用两级半的这个规模 能够实现传统的三级半的这个能力 通过令 姚侧信号正常 好 现在我们通过口径 可以了解到一切正常 那现在这样一个 文昌高学雷达跟踪正常 所以说它的助推器还没有推进 现在的飞行阶段是 我们叫助推飞行段 这段时间段主要是火箭尽快加速 火箭加速到一定高度和速度 这样的话就是把原创完的助推器尽快抛掉 这样的话火箭能够进一步的轻装上阵 刚才大家看到的画面 应该是火箭进入了这个音速阶段 看到的这个火箭助推器头部出现的 那是音暴云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音速阶段了 这时候大概飞行了这个一分多钟 音速阶段 这一次长征五号的压力其实挺大的 因为它的目标不是禁地轨道 而是火星 所以它的速度要求应该是很高的 对 我们大家都知道 要是妥离地球的环绕速度之后 1210更多正常 也就是必须达到每秒11.2公里的速度 才能妥离地球的引力 进入太阳系的行星轨道 如果说低于这个速度 就会被地球所捕获 变成地球的一个卫星 变成地球的一个卫星 这一次一定要达到11.2千米的每秒的速度 才能实践火星的探测的基本要求 所以重量要求高 速度要求高 胖5的能力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我们国家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五号的运载能力 发射现在的火星一号 应该是量身定制的 现在的火箭雷达跟踪正常 扬上信号正常 它是飞行正常 现在我们看到的画面 还是从地面拍到的我们长武的这个 现在看到的 主要是因为随着飞行高度的增加 这个大气的压力是逐步的再往下降低 这样的话 火箭尾部排出来的这个燃烧的尾焰之后 充分膨胀 所以看到之后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灯笼 就是它会随着飞行高度越高的话 这个灯笼越来越大 所以它现在呈现出了一个灯笼的这个喷雾的状态 对 而且背景已经是黑色了 说明它的这个高度已经很高了 从现在来看的话应该马上就要进入 大家可以看到马上就要进入助推分离阶段 这个时候火箭基本上已经快飞到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了 我可以理解说这个时候的助推器的燃料已经差不多用完了 助推器关机 助推器分离 助推器分离 分离的很正常 很干净利落 这个刚才的画面角度是从我们的火箭上面 回拍 我们火箭带了十几个摄像头 在火箭的外部有相关的摄像头能看到火箭的这些分离的动作 好 我们的助推器现在去哪儿 助推器分完之后按照我们的弹道设计 落在我们国家的南海海域 都在我们的九段线以内 这一部分是要落回地球的 对 后面会不会有些部分是不回地球的 飞行高度大概只有70多公里 助推分离完之后它会随着一个抛物线的载入 就载入了 一级也能载入的地球 二级因为它达到的速度和有效载入是一样的 所以它也会变成太阳系的一个 太阳系的一个行星 我们听到这个掌声 这个掌声意味着 这是经历了一次分离过程 刚才大家看到的是整流罩分离 因为火箭飞行过程当中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 往往是这些分离的环节 如果一个分离正常之后 一般的我们的实验队员都会鼓掌 庆贺 杰总 刚才这个整流罩分离之后 我们的火星探测器就暴度在太空当中了 一开始的这个火星探测器的设计 是按照胖五的这个大小来进行量身打造的吗 一二级分离 是的 火星探测器的设计呢 是分离5分离5分离3 是在我们整流罩的这个范围之内的 你说是不能超过这个包裸 刚才我们又是听到了一阵掌声 楼总这个掌声是又一次分离成功 分离 这个分离刚才看到的是一二级分离 一二级分离这个表明我们一级工作已经结束了 大概火箭大概飞行了将近八分钟的时间 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胖五呢是二级半的火箭 这半个相当于是它的四个助推器 对 那么在刚刚离开地球表面没多久呢 四个助推器首先分离 刚才我们听到的掌声是一二级分离 一二级分离 对 一级现在已经又回到了我们地球的怀抱 相应又往地球来漂浮 然后最终要落到地球的某一个点上 它会落到我们的这个太平洋的公海海域 在菲律云的东面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整个火箭的姿态 似乎在进行一个调整 它的方向在发生变化 这是有什么考量吗 它就会随着因为最终火箭飞行结束 要给有效载荷提供一个恰当的一个方向 那么这样在飞行过程当中 要根据和有效载荷协调的结果 来调整这个舰体的姿态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是从 从火箭的 应该是从火箭的有效载荷支架上看到的 这个摄像头主要是观测 飞行过程当中有效载荷的状态 离我们缓慢远去的是 是我们的火星探测器 火星探测器 说明它已经和火箭分离了 气件分离 对 那么火星探测器现在已经踏上了自己开始朝火星奔赴的这样一个载荷 有效载荷填滅的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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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政筛的